谈恋爱谈多久 两年多吧 两年多 小片里说一直是你主动是吧 对 是你追的他吗 是 你们俩不是还异地吗 你怎么追的他呢 我们俩就家是一起的 然后因为我一直要上学嘛 只有到放假的时候才能见面 自带上不得北是吧 对 你在哪读书啊 我现在在无系 哦是有点距离 对 这小伙子有什么吸引你啊 非要追他 就凭感觉吧 感觉他挺好的 一开始追他就在一起不到两个月就分手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有别的女朋友了 后来呢 后来就分手了 我也一直没有找男朋友 然后他去别的地方了 过了差不多两年吧 他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然后回来 我知道他回来了 那时候就还喜欢他 我又主动找他 我们俩又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去武系上学了嘛 哦 就异地恋了 就你们俩是经历过波折的是吧 对 就这个男人是你过不去的山呗 对 就反反复复反正都要在这再跟头 是这意思吧 嗯 现在怎么了 现在就异地恋嘛 在一起也两年了 因为之前分过手 然后现在又异地恋 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不稳定 异地恋本来就很辛苦了 然后他这样 中间也发生过挺多事的 就感觉挺没安全感 啥事啊 就他还和他前人联系 没断 那个时候已经断了 那个时候我和前人联系 只是因为 就是我们俩都不想互相 就纠缠或者什么的 然后一定要说清楚 然后后来不是就断了吗 那你断了 你见一次面说清楚就得了吧 一次面当时就没说清楚 那个时候 不是这事你们要怎么说呀 我们俩完了不就完了吗 还要怎么说呀 说清楚 不是你要说 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跟我分手 就有些纠缠我的意思 哎呀你真是好有魅力啊 行吧 赶紧前女友的事就放在那 现在断干净没有啊 断干净了 那不就行了吗 断干净不就没事了 好好谈呗 断干净前女友这事就算过去了 过了 那不还异地恋吗 然后她又跟别的女孩就有一次她喝多了 八点钟就跟我说她睡觉了 我当时也没太在意 后来就怎么想都不对劲 怎么这么早就睡觉 然后我就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给她打电话 然后电话就关机了 我就觉得不对 就女人的直觉就挺准的 我就觉得不对 我就一直打电话 结果一晚上都没打通 我一晚上也没睡觉 打到第二天早上电话还是关机 我就觉得肯定有事 因为我这个人就比较敏感 有事没事 有事 什么事 然后我就让我朋友去她家 因为当时我朋友在家 我让我朋友去她家 看看她到底在不在家 我朋友去她家摁门铃 她爸爸说 她一晚上没回来 跟别的人在外面玩 我当时就想 这骗我的吗 这说睡觉了 结果和别人出去玩了 我问个问题啊 女人的直觉特准对吧 嗯 你的尤其准对吧 我觉得 你觉得对面这男人是你可以一辈子依托的男人吗 直觉一下告诉我 也许 还也许呢 所以你这还女人的直觉准 玩起来是吧 对 那个时候就是比较 你玩你就告诉人 你说我出去玩了不就完了吗 你骗他干嘛呢 因为他管我比较严 他现在就是不允许我跟异性玩 你要是正常关系出去玩 我怎么会不允许 然后他到时候他就会说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正经关系 是不是正常关系 你当时要如果告诉我 你说我要和他出去玩 然后还有别人 我不可能不允许的 哎呀 你说他管内颜啊 除了不让你跟异性玩之外 还管你什么 包括现在就是已经不允许我跟异性在一起玩了 为什么呀 比如说 你像我 就是男的一般都会有几个好哥们嘛 偶尔会聚一下餐 喝点酒什么的 一块出去玩一玩 然后我们一般差不多一个多月或两个多月 也就那么一次 也不会太频繁 我哥们一般叫我都比较晚 可能我有时候晚上会玩到后半夜 他就不允许 他就会要求我几点几点必须回家 我说那大家都在呢 大家都说的特别开心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走是不是就有点太煞风景了 还不给人面子了 我不允许是因为他和他前女友关系特别好 我就觉得他们在一起玩 就可能会带上他前女友 也会和他在一起讨论他前女友怎么着 我就不放心 因为他和他前女友毕竟之前也有过纠缠 不是你告诉我你喜欢那小伙子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就是喜欢他 反正你不相信他是不是 查你手机吗 查 我不相信他 你看我俩属于异地恋 一年见面机会很少 见面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手机交出来 那还不是因为他就之前骗我和别的女孩子出去 然后被我朋友看见了 特别巧 然后那个女孩当时还要跨他 当时他就把那个女孩推开了 我是真不想听了 我再问问啊 这个小片里你说你想结束跟他的异地恋是吧 让他去你生活的城市是吧 对 让他到无锡去是吧 对 干嘛去啊 去工作啊 他现在在家里又没有工作 怎么不工作呀孩子 就是前阵子因为身体不太舒服闹病了 然后有两个多月没工作 不是你这闹病了可一样出去玩吗 闹病这阵子就是很少出去玩 对 哦呀 他是不出去玩了和附近的人聊天 因为我们那个生活的圈子就比较小嘛 然后他和 不是你这 不是我其实特好奇啊 不是你这有意思吗 活的姑娘 因为 不是你 你是在读书吗 对 你这读书脑子里面天天都是他呀 反正我就比较好奇他的生活 我就想知道他在干嘛 那你图什么 你跟他在一起 你不相信他 你没有安全感 对 赶紧走啊 这种男人不能值得你依托和依靠啊 赶紧跑啊 那你在那儿腻咕什么呢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还挺好的 就挺细心的 虽然后面他就是做过这些事情 但是我这个人就 他他所做的事情跟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的好意比 那好的简直让你无法自拔是吧 也不是吧 但是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的 因为异地店嘛 你回答我 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好的时间多 还是不好的时间多 在一起的时候好的时间多 在一起的时间和不在一起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多 而不在一起的时间多 不在一起的时间多 在一起的时间 好的比坏的多 是你说的吧 话而言之 我可不可以理解 他对你好的时间 是特别短的时间 是不是 是 大多数时间 都是对你不好的 只有少数时间 对你好 是还是不是 也不是不好 因为就是他这个性格 可能是这样不稳定 你倒是挺宽容的 你喜欢他吗 喜欢 那你弄那么多 乱七八糟的事干嘛呀 我最近这一年多 就是已经很少 再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我已经开始 他说的不是这一年的事 对 不是行了吗 那不是一年都过来了吗 到18年 他前段时间 还和我朋友聊天来着 什么意思呀 就是他聊附近的人 不小心聊到我朋友了 然后呢 当时我朋友 不知道是他 后来看他照片 你看这不是我男朋友吗 然后就帮我试探一下他 就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然后他说没有 我朋友就把这个 聊天记录给我看了 我当时就挺生气的 我就直接把这个 给他发过去 问他怎么回事 然后 你怎么说的 我那个 是他先跟我说话 我才回的话的 如果他不跟我说话 我是不会回的话的 那他问你有没有女朋友 你为什么说没有 我不认识他 我不想 就跟他太多 透露我自己的交险 这有什么关系啊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我又不认识他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不知道你想什么 今天来干嘛 就是想让他稳定一点嘛 因为毕竟我们俩这段感情 一直都是我主动 听明白了 去无锡吗 不去 为什么不去 想去 那个家里人也得考虑 他当初答应过我要去无锡找我的 你觉得他去无锡 你们俩就能好了是吗 对 因为异地恋真的是让我挺没安全感的 你相信他吗 在一起的时候相信 不在一起的时候不相信 那就是说你一直活在一个怀疑当中 哎呀 左老师已经听不下去了是吧 就听了胃都疼 整个人都不好了是吧 我也是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 就听他们这段 整个的那个情绪感觉都是不好的 就堵得好吗 女生怎么可以这样吗 那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稳定 对 稳定的标准是 就是不要总是朝三暮四的 好好工作 如果可以的话就跟我去无锡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 你告诉我 就是他这个人 就是虽然很娇小 但是特别能扛事 是这样吧 没有 他是一个心 就是一件事能记你记得一辈子 他不是那种心用特别宽广的 那你不害怕呀 害怕 跑啊 按你这说法 他这性格一件事记一辈子 你做这些事够都记五辈子的吧 你不害怕吗 害怕 害怕你们俩谈什么恋爱呀 但是 喜欢大有害怕 不喜欢什么呢 就是感觉就是喜欢这个人 喜欢其他的人吗 没有 那跟人聊什么呀 聊附近的人也就说了几句话 这么说吧 你跟他在一起 第一次我们不说了 就复合之后 有没有忠诚的对待这段感情 有 你信吗 信 信你们俩今天来干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 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他这个人真的挺真诚的 但是不在一起的时候 就他做那些 比如说和前任联系 然后聊附近的人啊 什么的 就让我又挺捉摸不定的 所以就感觉 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所以你认为 只要你们俩结束了异地了 就好了 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不能 为这段感情 就到他的身边去呢 我还在上学啊 然后你非要要求人家去 是吧 他要不去你怎么办呀 那就让他在家安分点嘛 行吧 如果这是爱情的话 爱情就太可悲了 如果这种爱情 都要让我们来保卫的话 那就不要保卫什么爱情了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来来 附老师 信任的前提是自信 被信任的前提是自律 你到今时今日还抓着他不放 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不自信 不敢开展下一段恋情 一方面是不甘心 我很赞成扣乃兴老师说的一句话 你们俩现在还分得远 如果是要再近一点 也许你给他造成的困扰更多 也许你们早就分手 你是喜欢他的 我相信 但是我在想你喜欢他的什么 刚才主持人问了半天 没问出来 我觉得你最喜欢他的一点 就是喜欢他的不自信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 而不是去图一个人什么 没有说你图一个人什么 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一个人 不是因为一些方面才去喜欢一个人的 我们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 但我认为是需要理由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喜欢一个人一定是图他点什么 要么图他的善良 要么就图他人很好 总是图点什么 倒是分手不需要理由 都要分还讲什么理由呢 我认为你就是喜欢他的不自信 为什么 因为你也是个不自信的人 只有不自信的人才喜欢去聊别人 到处去证明自己所谓的魅力 恰恰是因为他的不自信 体现出了你的自信 你认为在他面前 我终于可以找到一种 所谓的有魅力的自信的感觉 其实从喜欢自己的人身上 因为一个人爱你 你感觉到一种自信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你不是从他 对你的爱当中找到自信 你是从他的痛苦当中 找到一种自信 你看有一个女人 能够为我如此痛苦 而且能一次一次的接受我 我是不是魅力非凡呢 我很自信 如果要正儿八经 谈一段感情 就不要玩智商的游戏 要拿出你的坦诚 女生不要再说那种话了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说请你自律着 一个成年的男子都没有自律 说明他不愿意为你扶持 当然你愿意如此继续卑微下去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在你那些所有的朋友和闺蜜面前 你早就是一个笑话 对不对 有点自尊好吗 就这 好 谢谢图老师 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跟你说啊 这掌声啊 鼓的是这样的 为什么 看到这走的时候 大家是发自内心的说 哎呀 这个姑娘终于醒悟了 所以 祝她们好 今天是一堂人生课 希望她们学得会 要谢谢我们的思维老师 拜拜